假设如果你呼籍没有在台北的话 你不觉得投票的距离会影响 你投票意愿吗会不会 投票的意愿跟这个投票的时间距离 这个不必然有关系 只求对决中选委主委李靖勇 不在即投票到底能不能上路 公民投票来先开始 那实施的方式呢 我们也是选择 我们已经有办理经验的这个移转投票 来启动 在会期之内能够进时的完成立法 新会期立拼政院版本上路 以60天前申请移转投票方式 从公投期间下手 而国民党版本牛许廷主张 第一阶段全国性选举 先使用移转投票第二阶段地方性选举 再增加投票方式 而王鸿威 陈金辉 葛如军等人却认为 未顾及到海外民众 因此提出纳入特赦投票所 以及通讯投票方式 投票跟公民投票 它其实重要性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道理先拿公投做实验 宁愿增加选务成本 也不要增加社会成本 只是民进党担心 一旦开放境外通讯投票 仍然是在帮中国人开大门 成为借选新武器 这个太严重了 他们作业是大陆台商 能够回来到台湾投票 既然投票是秘密行为的时候 他们要进行票的时候 难道不会在中国的指导下投票吗 当然他们不希望把 在台湾人工作在大陆 纳入这些投票 把台商污名化 换为要实施的对象 那这个大家可以打 国安局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提醒的 还是相关的通讯投票 有没有资讯安全的疑虑 他们的投票意志 会不会受到一些干扰 至于民众党主张 投票方式都可以讨论 但需要有短中长期系统性规划 如何落实公平又不违宪 蓝绿白国会正常持续扩大 金雄王宁国安亭采访报道